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位转型 落实智慧制造的话 那我们如果要怎么样在公司里面搭造一个 跟生产线上面搭造一个智慧制造的一个系统平台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同样邀请到两位贵宾 首先是来自于扣建业的IT的专家 欢迎汉门科技的陈总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再度来跟各位分享 汉门科技台湾37年 这几年在智慧制造跟战情室的耕耘 颇有收获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 谢谢 好那接下来欢迎到我们的第二位来宾 是OT的专家 金属中心的张博 Eric 大家好 我是金属中心张佳明 主要是在金属中心服务 有关于扣建 数位制造 数位转型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今天也会来跟各位介绍一下OT端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数位转型 智慧制造 好谢谢张博 那我们上一集的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谈到说 现在扣建业已经走上二代 或者是经理人接班 那大家都想要做出这个老爸创业家的 基业外的新格局 然后要成功切入到这种高值的产业的市场区隔 包括说航太 汽车 衣材这些个市场 这样的话 大家的这种营收跟获利 都可能往上翻个几番 如果扣建业的朋友 是往这个目标思考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在软实力 跟硬实力的提升方面 要做些什么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这个软实力的提升上头 那先请叫陈总 就是软实力在这种管理面的流程 或者是标准化上面 那建议这个业界的朋友 可以有哪些这个调整跟转变 来提升自己的公司的体质 好谢谢 一般我们企业在做内部管理提升的时候 往往会忽略掉一个就是人的行为的改变 那人的行为改变必须有很多 足以让他愿意改变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在整个企业内部的一个提升 会着重在资料标准文件的建立 也所谓的KM 等一下陈总我打算一下 所以人的改变是包括从决策者到生产线 线上的作业员或者是领班 其实这些在这种数位转型智慧制造 其实都需要改变吗 一般我们在讲改变的三个层次 如果套用在资讯的IT的应用 第一个层次叫做Data Collection 交易资料的收集 第二个是网上变成Information 从Data变成Information 然后再变成Decision Making Decision Making这个就很多层次了 从最高阶的CEO到最底层的班组长 每天都在做一些Decision Making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让它的Transition 非常的透明 大家所Share到的Data都一样 那么你所做的决策就是一个方向 那么企业从一个方向 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力量 你的企业自然就会变强 因为你的步伐不知 所以变成要形成一个 基于这些资料数据 来做决策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资料的来源 一则从ERP 对 一则从现场 对 ERP跟现场的搭配 就是现在所谓的基联网 对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变成是BI 战情室 对 那这一块的硬实力 在张博这边 对 他是专家 那我们在软实力的部分 就是把各阶层的主管上面做决策 所需要参考的data 对 收集进来 对 然后变成information 是 然后再透过一些networking 对 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一个资料 OK 那这部分搭配我们所有的一些系统 对 那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决策资料 扣建业的软实力的提升跟其他的行业制造业的软实力的提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个人认为是更复杂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上集有讲过 对 扣建的制程非常长 对 而且很大部分都是微歪 对 所以他不只是manager自己的工厂内 而是manager这个supply chain对不对 对 所以你如何让你的supplyer愿意搭配你的schedule 对 你的一个生产的计划 对 这其实是要靠很多的努力 包括建立系统 包括做一些人际沟通 那这些都是非常soft的一些能力 二代必须要去经营的 所以他的流程其实要跨供应链去串起来对不对 才能有效率的生产这样子 那是一定要的 OK 好 刚刚陈总提到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智慧管理 对 那在智慧管理上面其实还会去建构所谓的智慧生产 那一般来讲 讲智慧制造对扣建业来讲算大灾问 那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说我如何去把自动化跟数位化去落实 那更盛的是提到所谓的智慧机械 那其实针对扣建产业他要能够有获利的智慧制造 其实他不外乎就是上期有提过的服务模式 和营运模式 要能够达到所谓的智慧化 那针总刚刚也有提到 make decision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了解 所以如何去汇整这一些IT系统内的一些information 把它转换成这个decision的一个target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二代产他们应该要来去做的事情 那呼应一下那个詹博刚所说的 就是自动化的话只是这个其实并没有基于数据来做分析 是的 然后这个智慧机械的话只是单机的智慧化 是的 他其实不是整机的这种生产线的 整个生产线的智慧化 然后如果只有做到智慧机械或智慧制造的话 其实还要跟IT端 就是跟企业的那种面对客户的服务跟营运的模式 以及跟客户的这些订单要能够串在一起 这才是整个 所以我们说智慧制造其实不只是 只生产线上面 其实应该是整个企业要变成智慧企业才对 对不对 应该是有对内跟对外这两个 对 其实你要做好对内一定是连对外这一块 也一并要串起来才有办法做好 没错 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 在服务模式跟营运模式里面 有一个很装的一块 对 就是所谓的警示 是 align 什么叫NN 就是经过长久的data的分析 对 发现某一个异常 是 那这个异常注意影响品质 对 影响交期 而品质交期是对谁有帮助 对我们的客户有帮助 对 所以如果说你把整个的一个管理的思维 提升到对客户有帮助的这个角度 对 你就会更清楚你要做什么 是 而不只是你站在自己的立场而已 所以现在在服务上最比较能够被大家所认同就是 你为你的客户设想他需要的东西 对 而把这个回归到场内来 那你就会注意到你的良率 你的损耗 你的准时出货 对 其实那是为你的客户在加值他的这个市场 了解 才会是赢家 好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他的架构大概会分成哪几个层次呢 请教一下两位 应该这样讲 智慧制造的起手势 我们常常跟厂商在讲 不外乎是八个字 就是设备要联网 生产要有履历 当这八个字做到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先达到所谓智慧制造的第一阶 也就是智慧管理 OK 那智慧管理的这一阶里面 其实不外乎就是把资料留了 先做一些收集会整 智慧管理完了以后 接下来你要去串你的内跟外 所以做到所谓的智慧生产 那智慧生产不外乎就是管他的效率 管他的良率 管他的品质 管他的人机料法还等等 那这更甚的是会对所谓的战略决策会有关系 那这所谓的智慧营运 也就站在公司的营运角度下 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调配你的供应商 应该怎么去跟你的客户去对谈 你的产品的价格的定位 应该locate在哪个位 那如果就台湾扣建产业的话 这样一个系统他大概 实务上头的话 大概要怎么样搭建他的架构 大概会是怎么样 基本上因为扣建产业都已经经过几十年 那早期他们并没有应用所谓的ERP系统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ERP系统 提供即时决策之所需 所以我们在服务客户建构制造的架构 同时会协助他审视 他的整个transac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我们就是所谓的ERP 是否足以支撑他未来服务上的 一些资料所需要的 是 这个同时建构完之后 再搭配我们所谓收集现场的data 然后经过一些模拟的模式的模拟 告诉这个现场的各级主管 当你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那么你必须做一些行动 预防性的行动对不对 而不是等你等到出问题的时候 你才去把整个报废掉 把你整个甚至把整个机台都毁了 这样子影响客户的服务太大了 Eric你可能很难想象 扣建生产线上其实 很少会有所谓的报公系统 所以他们资料的回报的周期 可能是by date 这么长的一个周期 才可以掌握你的生产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就是扣建业目前最痛的一个地方 所以应该是尽可能要real time 对不对 你这个譬如说你的机台一停机下来 应该马上就能够及时的处理 不然你那个机台就是盪在那边盪一天 你看那个损失多大 是的 好 那所以我想请教 就是谈完两实力之后 接下来要请教两位硬实力 然后要请教陈总 我们的扣建业就是在全球 其实过去前几年是产值第四 仅次于美国跟德国 但现在已经被大陆追过变成是 本来是产值第三 现在被追过变成是第四 然后现在的话变成是 我们在研发制造跟品质上头 我们要怎么样的有所强化跟提升 才有办法维持我们未来在国际上头的竞争力 好 这样请教陈总 好 基本上扣建业的优势非常明显 是 就是技术力 是 那么再搭配现在二代回来之后的研发 是 跟应用资讯技术的那种热情 所以如果能够把刚刚张伯讲的 这个从梅桶梅盒梅脂 对 把它升级到跟生活结合 OK 跟生活结合的产品 基本上它的价值会提高 所以刚刚讲那个牙根 那个就是医疗 那个就跟生活结合 对不对 事实上还有一个例子 是 像我们这个桥梁工程 对 是不是都需要非常兼顾的这个紧固件 如果你在里面 如果这个桥梁的紧固 这个螺丝 会要崩坏的 OK 那你整个桥梁是危险的 对 所以如果你能够让 桥梁的螺丝本身具有发出警讯的功能 所以上面要有sensor 还要能够对外传讯号 对不对 告诉 这张物联网的体现 是告诉声控中心说 我好像在感冒 对 那你赶快来帮我检查一下 是 这样的一个技术 事实上是跟生活结合 对 这样你的整个的产值 会提高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盒子 今天如果我们去IKEA 看DIY的一盒 对 一支单价不得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要有DIY 就是生活上的改变 对 所以你把原来是一支可能卖2块 你现在变成一个包装 就可以卖10块 对 然后你教他怎么用 他会乐在其中 因为乐在其中 原来就付钱 对 所以我们往往就会想说 你的产品如果跟生活结合 跟应用结合 那么你的价值就会提高 我想过去我们的产业 很多是 譬如说就是 透过贸易商在卖 不晓得需求端 到底怎么样在用我们的产品 也现在甚至说 就是不只要了解需求端 还要了解需求端的需求端 譬如说中端消费者 他们怎么样在运用 其实这样的话 就是当你对那部分需求端 越理解 你其实越知道说 怎么样去打造 好高品质的这种好的产品 而且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满足他们的体验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请两位分享说 就是实际的这种 在硬实力上头的这种 智慧制造的 如何提升硬实力的案例 好 那这边我先讲 大家再请占博 OK 基本上智慧制造 就是分成三大块 对 一个是底层的交易管理 是 我们叫做ERP跟MES 中间的information 就来自于现场 基电网的data 对 最往上的 Decision Making 就是战情室 对 以及现场的可视化的 警示系统 是 很多 企业家他们以为 在现场把一个50寸的萤幕 就叫做可视化 那个是第一 那个是一个初阶而已 基本上你那个50寸的萤幕 要能够告诉现场的人 你现在可能即将遇到什么状况 OK 好 对 那另外从 对 扣件 对 开航开始的生产 其实它是有序列的 对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掌握设计 是 掌握模具 对 掌握你的生产的品质 对 这三块也就是你的设备 是 那这三块基本上 如果你都有办法掌握的话 这就是硬实力的体现 OK 怎么说呢 比如说以设计来讲 对 过去开发一颗螺丝可能是 50到60天 可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数位的平台 可以加快这个开发的时间 让它缩短到25天 可以说这么多 对 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 即时性 其实厂商给你的一个订单交情 也许只有两周就要你回应 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 给它有效的回应 你的单就被别人抢走了 对 OK 再来在设备上 模具上去做调模的过程当中 过去有经验的师傅 可能是4个小时5个小时 嗯 可是你可以透过一些像AOI的手法 像这个所谓的资讯反馈的技术 可以使得我的调模的这件事情 能够快速的缩短 我们尝试过曾经在我们的IT系统里面 去导入这样的一个调模系统 事实上可以让它的整个调模时间 缩短变成一个小时 从4个小时变一个小时 没错 那你想想看 以扣建业生产的这个产数来讲 哇 那那个多了那3个小时 事实上可以帮厂商多了多少的产能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设备的稳定性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整个台湾扣建业 目前现在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 是 因为其实 呃 他们使用的设备并不是那么高阶 嗯 所以如何能够通过外加的感测 让他们能够知道说 我现在生产是不是有问题 OK 即使的把卖即使的确认 能够即使的确认你的品质 了解 对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想请两位呢 就是针对这些年辅导 这个扣建业者来做 这个转型升级的经验 来给这个产业的这种新一代的接班人 不管是二代或者是专业经理人 那一些这个期许跟建议 然后这边呢就先请教陈总 好 基本上二代接班有他的辛苦的一面 是 有跟老臣的相处 对 那些我们就不谈 重点就是你如何把你的前辈们 你的那些老臣们的智慧 对 放进系统里面来 对 让你快速的可以去了解 过往副职辈是怎么成功的 是 那我把这些经验呢 再透过资讯 再透过设备把它扩大 对 那么你就能够在这个产业内 创造你自己的第二春 好 创造你更美好的一面 了解 那其实金融中心 也为了现在这些二代的年轻接班人 对 我们也开创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所谓的扣建产业智慧服务云 大家可以到金融中心的官网上面会看到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 其实我们希望给一些资讯给这些二代接班 对 让他们知道你有哪些伙伴 对 然后你未来可以做哪些事情 逐步逐步的让他们能够达到所谓的数位转型 的系统 然后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的这种工厂 或者是让自己的营运能够有所转变 这是这两集的分享 那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